行政院长苏貞昌在脸书呼吁请看清真相 原来是近日有恶意人士冒用疾管署或疾管家名义成立社群 又使民众加入一事 指挥中心也严正澄清疾管家LINE官方账号仅有一个 任命前方有盾牌标志 民众也可以透过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页首页加入正确疾管家社群 呼吁民众勿受骗 最近有非常多冒用疾管署 跟疾管家的名利来成立社群 民意社群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让大家知道 只有一个疾管家 只有一个疾管家 没有第二个疾管家 疾管家的这个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盾牌标志 所以这个QR Code在这边 我们也会提供给民众 这是一个正确的疾管家 所以这个请民众一定要务必要去留意 这些假讯息都是危害整个防疫的措施 跟整个防疫的策略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整个疫情的状况 指挥中心重申 冒名社群是诈骗行为 违反刑法第339条之四的加重诈欺罪 可处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突刑 得病科100万元以下罚金 提醒民众误以声释发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明镇正在暗闪 听见了 岇利您的赤性 咱们等和来 在暗闪